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 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9期空中明慧周刊 本期节目将为您播出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真文选灯 请听文章 题目是《龙卷风翻天覆地,丈夫竟安然无恙》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 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 我把自己和亲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 告诉全世界有缘的人 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 同时祝愿更多的人能在法轮大法中受益 能在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中找到平安保命的秘诀 第一部分 被迫害至死亡边缘 练功一月 康复如常 1996年10月 有人介绍我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 说这个功法可好了 他的风湿关节炎 白血病都好了 我一听正合我意 我全身是病 还带着近视镜 如果能好病 让我干啥都行 于是我就去了 听了讲法之后 我就感觉全身轻飘飘的 心里这个乐呀 转过年的四月份 我的眼镜也摘了 不戴眼镜也能看清楚了 全身的病都好了 这个功太好了 1999年7月 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 2001年 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我在劳教所遭到酷刑折磨 一次五个女警围上来 对我拳打脚踢 一顿毒打后 又把我拖到空屋子里 逼迫坐在水泥地上四天四夜 对我实施勤穷卑贱的酷刑 就是把我的一只手 从上面反扭到身子的后面 另一只手从下面反扭到后面 用手铐把两只手扭靠在背后 这是一种惨烈的酷刑 那种痛苦无法用语言描述 后来改到前面靠住我的双手 我被迫害到便携 预警队长还命令两个犯人 把我拽到锅炉房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残忍地踹我的脸和肚子 一次一个什么厅长 带人参观劳教所 我借机向他反映自己 被酷刑折磨的事 他没有主持正义公道 也没有对违法犯罪的 劳教所预警追责 他走后 十几个预警暴打我 我被打得躺了四十多天 我原来体重一百二十多斤 到后来被迫害得 骨瘦如柴 满脸沧桑 全身疼 吃一两口东西 胃力就胀痛 因经常被拖来拖去的 我的腿也被摧残得 行走艰难 劳教所怕我死在里面 通知家人来接我 在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后 奄奄一息的我 被丈夫背回家 我回家的前三天 有个犯人对我说 他做了一个梦 说梦中 他看到天上有个仙女 穿着白裙子 从这里出去了 警察站在两边 看着仙女走出牢教所 他问我 你是不是要回家了 三天后 我离开了那里 那时我才四十多岁 被折磨得丈夫都不认识了 他去接我时 匆匆地从我身边经过 却没认出我 后来他说 我以为是谁家的老太太呢 丈夫用一个床单 把我往肩膀上一跨 用一个尖把我背到家 直到我回家了 邻居们陆陆续续地来看我 有的当时就流泪了 有的悄悄说 这人不完了吗 哪还有人样了 邻居和亲朋好友 看到好端端的我 被牢教所折磨得奄奄一息 走时都流下同情的眼泪 背着我议论 这回可完了 这人不能好了 我看着这些善良的邻居们 心里很感动 想宽慰他们 可没力气说话 但我心里很清楚 我坚信 有师父有大法 没事的 只要我回家能学法练功 真心修法轮大法 师父一定能救我 于是我抓紧时间听师父讲法 过了一些日子 就挣扎着坐起来练第五套进弓 慢慢地前几套动弓也能练了 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 二十多天后 我身上的肉和骨头都不疼了 看见饭可亲了 吃啥都香 胃也不胀痛了 也就一个月左右吧 我身上长肉了 脸色也好了 周围的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长 邻居看见了非常震惊 他们都知道我被迫害的家里一瓶如洗 没有钱吃药 看病 住医院 可我却站起来了 而且一天比一天健康 他们吃惊地看着我说 你好了 有的说 哎呀妈呀 我以为你不能好了呢 这法轮功太神奇了 从此后 警察来我家骚扰 邻居看见了都站在正义一边保护我 支持大法弟子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心里一直感激那些知情的人士 及时曝光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 在劳教所遭迫害的内幕 国外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 看到劳教所迫害我们的实情 及时给劳教所参与迫害的狱警 打电话讲真相 他们的真相电话震慑邪恶 有的狱警害怕恶行被曝光 把旧手机扔了 刚换一个新手机 国外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又打进去了 一个参与迫害我的预警 连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他对我说 我刚换一个新手机 电话又打进来了 感谢同修的配合营救 我才能九死一生地离开魔窟 第二部分 龙卷风翻天覆地 丈夫竟安然无恙 2021年落月25 丈夫突然咳嗽 高烧不退 她想上医院 我说 上医院也行 但是你就得隔离了 不能在家过年了 孩子们回来 知道你在隔离会担心的 如果你想好好过个年 你就诚心敬念九字真言 只有师父能救你 丈夫就在心里默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就真的不咳嗽 不发烧了 所有感染瘟疫的症状都没了 后来2022年 瘟疫席卷中国大陆时 不用我叮嘱 丈夫自己就在心里 默念九字真言了 丈夫去外面打工挣钱回来 买了很贵的大芒果 供在师父的法相前 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2022年5月插秧时节 我和丈夫一起出去给人打工 我每天在稻田里插秧 丈夫在育苗大棚里卷水稻苗 那家有三个大棚 一字排开 每个大棚都有铁棍支撑 一米远一根铁棍 每排有69根 一根铁棍70斤 那天 因头两个大棚的苗都用光了 丈夫正在第三个大棚里卷稻苗 突然来了龙卷风 瞬间水土飞扬 稻田里的水被卷到空中 龙卷风把前两个大棚的几排铁棍 从地里拔起来 连同大棚的塑料布 卷成麻花 插到丈夫干活的第三个大棚上 如果有一根铁棍砸下来 丈夫就没命了 如果龙卷风继续直线向前刮 第三个大棚里的铁棍 也会被连根拔起 丈夫也会被龙卷风卷走 神奇的是 龙卷风刮到第三个大棚这里 突然掉头转方向 向别处刮去 丈夫躲过一场劫难 丈夫坚信 她能在龙卷风中安然无恙 是法轮功师父救了她的命 想想看 如果没有神佛保佑 龙卷风怎么会在关键时刻 改变了方向呢 丈夫相信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 她一直戴在身上 灾难来袭时救了她 她心里万分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 孩子们听说后都说 太神奇了 姑爷感慨地说 在电视里看见龙卷风刮来 四轮车都被龙卷风刮飞了 我爸才一败多斤 第三部分 真相护身符保佑亲人们大难不死 姑爷也很相信大法好 她上下班开的车里 一直挂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 2022年4月的一天 姑爷在煤矿的井下干活 突然一块大石头从上面掉下来 直奔姑爷的头顶砸去 接近姑爷头顶时 却从他脸的侧面砸到地上 当时工友们都吓呆了 看见姑爷安然无恙都替他高兴 有的说 你得请我们吃喜 意思是说让姑爷请客 庆贺庆贺 姑爷回来说太神奇了 若没有大法师父保护 今天就没命了 再说我妹妹 我给妹妹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 20余年来 她天天戴在身上 坚持承念法轮大法好 结果得了大福报 以前妹妹家的日子过得很不好 妹夫好赌博 她欠的赌博外债 仅妹妹知道的就有四万多 日子过得很艰难 妹妹看不到希望闹离婚 我们都劝她不要离婚 我告诉她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能改变命运 妹妹就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妹夫虽然赌博 但她本性善良 不反对大法 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亲戚 拿来真相资料要晚上发 妹夫说 你放这儿吧 我给你发 她一夜都发完了 在中共的疯狂迫害中 妹夫还敢帮助法轮功学员 发真相资料救人 她的善举也给自己 积下很大的福德 不久 妹妹家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他们搬到外地 贷款买了房子 妹夫跟人学会了 安装插秧机 一天能挣好几百元 很快还清了赌债和贷款 妹夫还借掉了赌饮 不再赌博了 妹夫的技术好 人也可靠 老板非常喜欢她 他们又陆续买了私家车 在城里买了高层楼房 亲属们都羡慕 他们日子过得红火 再说妹妹家的一件事 他们刚搬到外地时 一天妹夫开着四轮车干活 装了一车土 往后倒车时出了意外 四轮车掉进十几米深的大沟里 车竟然没翻 四轮着地落在沟底 沟底遍地石头 可她的车幸运地掉在没有石头的地方 别人的车掉进这个大深沟里都摔零碎了 妹夫的车只掉了几个螺丝 她就顺着沟底开出来了 这事谁听了都说是有神保佑她 从此妹妹妹夫更相信大法了 无论干啥 想起来就念法轮大法好 没有一天不念的 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 我把自己和亲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 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 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 同时祝愿更多的人能在法轮大法中受益 能在席卷全球的大瘟疫中找到平安保命的秘诀 退出中共党团队 抹去无神论的授记 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天赐鸿福 保您平安 请听文章 题目是 大法的善 洗涤了 看守所 作者 黑龙江大法弟子 归途 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3年5月24号 2014年春天 我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 两年间 我一直践行着真善人 宇宙法则 周围的人在我身上看到了 法轮大法的美好 在绝境中洗涤了恶 让他们的心中 生起了希望 第一部分 我的言行就是真相 我到209件事的第一天 正赶上看守所 准备将三名犯人送往监狱 我心想 遇见就是缘分 我得给这三个人讲真相 不然就没机会了 我给他们讲真相时 其中一个女的高声 呵斥我 你再讲我就告灌教 声音之大 是全监视20多人 都用精益的眼光 看向我 看来 他们都不了解法轮功 我来这里之前 于景就吩咐号长监视我 不让其他人与我说话 我想 不让我说话 怎么讲真相啊 我是大法弟子 我的所作所为 就是真相 只要我按照大法去做 他们就会在我身上 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就会了解真相 看守所的生活条件很差 每天两顿饭 主食是做饲料用的玉米面发糕 没有菜 只有一盆汤 上面飘着几片菜叶 或是萝卜条 每顿饭 大家都盯着盆汤里的这点菜 我想 就这么点东西 我要多吃一口 他们就会少吃一口 我得为别人着想 每天我都是最后一个去打菜 盆里剩什么就盛点什么 从不争强 20多人用的厕所 就早上打扫一次 下午到晚上 厕所里都非常脏 没有人打扫 我每进去一次都打扫一遍 大家都说 只要法轮功学员进去 厕所就变干净了 我一直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一个月后 一个信佛的人说 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装几天 少则三五天 多则一个星期 然后就露馅了 就法轮功打劫不是装的 渐渐地他们开始接纳我了 也听我讲真相了 第二部分 吸毒犯戒毒 一天 监视里来了一个贩毒的 嫌疑犯小方 狱警把他安排到我身边 贩毒的人往往都吸毒 戒毒的过程非常痛苦 小方进来后就开始戒毒 经常难受的抓心脑干 他常常在我身边昏睡过去 这里的大铺就是水泥上 铺了一层木板 很凉 每次小方睡着时 我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 戒毒期间小方食欲旺盛 总想吃东西 我就把自己的小零食给他吃 小方越来越亲近我 我把法轮大法中 关于戒烟戒酒的法理讲给小方听 告诉他 大法师傅告诉我们 抽烟对人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选自转发轮 师傅在转发轮中还说 他伤害你身体又是一种欲望 毒品比烟酒对人体的伤害更厉害 会使人倾家荡产 甚至失去生命 我告诉小方 你如果能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你戒毒的痛苦会减轻很多很多 小方很接受真相 他就每天念九字真言 成功戒了毒 不再为戒毒而痛苦了 从此 小方的身心变化很大 后来狱警就叫他当号长 小方对我特别尊重 他管我叫阿姨 管其他与我同龄的人叫杰 其他人心里就不平衡了 小方说 我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还有像妈妈一样的人照顾我 睡觉时给我盖被子 怕我冷 怕我饿 自己都不舍得吃的东西给我吃 更让我难忘的是 我明白了大法真相 顺利戒毒了 当了号长的小方 让全监事的人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九字真言 监事的环境变了 法轮大法改变了他们 第三部分 智障女背法 得福报 一天 监事里来了一个体重255斤 衣衫蓝绿 烹头垢面的女孩双双 那年她25岁 是个智障女孩 她来自农村 因过失伤人 把自己的丈夫杀了 她来到这里后 监事里就再无安宁日 因为她浑身散发着刺鼻的 难闻的味道 谁也不愿和她在一起 玉境就把她安排在我的左边 她的另一边不停地换人 双双不仅个人卫生差 脾气也很糟糕 她几乎跟这里所有的人都打过仗 包括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玉境拿她没办法 有一天 玉境把我叫到办公室 对我说 这里一个人说你好 两个人说你好 你可能把他们交下了 成为朋友 现在所有的人都说你好 我知道你是真好 你帮助我管管双双 监事之间 载压人员经常调换 玉境从不调换我 因为双双固定在我的左侧 我经常给她讲真相 针对她的心结 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她 讲关于忍的故事 讲怎样善待别人 怎样与人相处 讲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 大法狄子修忍的故事 我都讲给她听 因为双双杀了人 她怕被判死刑 我说 如果你虔诚地坚信 法轮大法好 神佛会保佑你 但是 一个生命做了什么 要用于承担责任 不要害怕去监狱服刑 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 绝不会有偶然的事 她常常安静地听我讲真相 她看到我每天都被罚 就让我背给她听 我开始以为她弱智 听不懂 她很不高兴地说 我能听懂 我就开始给她背师傅的二十年讲法 和红银三 她听法时 对周围发生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就是静静地听法 我看她真的听进去了 就问她 听法时你是什么感受 她说 非常舒服 哪儿也不难受了 不闹心了 也不想下地跟人打仗了 我一看双双是与法轮佛法有缘的人啊 我说 从现在开始我教你背法 你把法记到脑子里 去监狱走到哪里都能自己背法 后来 她背会了红银中的苦其心智 做人 觉者 还有红银三里的部分诗词 对于一个弱智的人 能流利地背出这么多大法经文 让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那段日子里 监视力出现了背法热 很多年轻人都愿意背红银中的做人 酷其心智 红银三中的穿肠 无度 等经文 他们怕自己忘记 就让我把法写在他们干活用的纸板上 边干活 边背法 后来 双双胆子有了转机 双双的公公婆婆 还有村民都为她写了谅解书 法院从轻处罚 判了她15年 双双对自己喊了丈夫很自责 说对不起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 双双去省城监狱服刑的那天 我拿出一包方便面 因为没有开水 只好用凉水给她泡了一碗面 算是给她健行 双双抱着我哭了 趴在我耳边 管我叫妈妈 第四部分 放鞭炮 迎接我 出冤狱 一天夜里 监视里来了一个又瘦又小的中年妇女 玉凤 是个诈骗犯 她以办工作为名 收收钱款 金额达800万 被人以诈骗罪起诉 按照法律 应判无期徒刑 她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 大家都开玩笑地说 你都不用买养老保险了 后半生就在监狱里过了 不久 玉凤就得了抑郁症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也不跟人说话 其他人也不理她 玉井又安排她跟我坐在一起 我真心为她好 用法轮大法的法理开导她 给她讲施与德的关系 讲妒忌心对人的危害 讲善恶有报的关系 鼓励她珍惜生命 坚强地活下去 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 玉凤明白了大法真相 开始跟我背罚 《红银三》中的好几首诗词 她都能背下来 她能安稳地睡觉了 人也胖了 开始和周围人说话 从抑郁中走出来了 在我冤狱快到七时 我从二零九监视出来 跟玉凤分开了 她非常痛哭 为了能与我在一起 她贿赂玉警要求去我在的监视 玉警满足了她的要求 最后这几个月 她更加珍惜 跟我在一起的时间 她经常替我背罚 我发着念识 她静静地坐在一边看我 玉凤经常遗憾地说 如果后半生不是在监狱里 我一定跟你好好地修炼法轮大法 跟你走一样的路 玉凤通过律师给她儿子写了一封信 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阿姨 她对我有恩 在我最难的时候 是阿姨帮我走过来了 阿姨没有儿女 以后 你怎么对我 就怎么对她 阿姨很快就要出去了 你一定开车来接她 在开守所门前迎接她 在我回家的那天早上 我还没出监视 就听见了鞭炮声 玉凤告诉我说 我儿子接你来了 这鞭炮就是他放的 迎接你呢 当我走出开守所大门 果然有个男孩向我跑来 他开着一辆白色轿车 来接我 第五部分 小插曲 我被非法判刑两年 二审判决下来后 看守所就准备送我们去监狱 第一次没送去 警察说是车坏了 第二次也没送去 理由是下学封道 相隔数日 第三次再送 玉境吩咐男犯人 给我们两名大法弟子 带上较料 全部准备好后 就等着上车出发 这时玉境接了一个电话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玉境放下电话 立刻吩咐犯人 把我们带的脚料解开 我又回到了二零九监视 整个监视沸腾了 他们不管不顾的大声喊 法轮大法好 大家把我团团围住 有个佛教徒对我说 我在这里待很久了 从来没见过三次都送不去的人 事不过三 你师父保佑你了 你不能上监狱了 早上八点半 玉境上班来监视历检 看到我时说了一句 没办法 人不留天留 世人怎么能知道这里蕴含着的天机呀 结语 人们形容部队是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这句话形容看守所也很贴切 两年中 我所在监视的人进进出出 通过讲真相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 并做了三退 有的人刚进来 听完真相就被释放了 待时间长的人更能深入地了解真相 还有人迫于环境的压力 不敢在那里修炼 表示出来后 一定找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功 法轮大法已经在他们心里 扎下了根 这两年中 我深得师父的保护和加持 在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 这个神圣的日子里 我和得救的众生 共同叩拜师尊 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 征伦选登 请听文章 题目是 好儿媳 好同修 乡亲们从躲到羡慕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5月23日 我家住农村 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 我因为修炼大法 被中共非法判刑9年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 亲戚和乡亲们害怕 躲着我家走 那时我家里一无所有 第一部分 同修们的帮助 我在三十多岁时就满身是病 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因为家住农村 经济条件也不好 幸运的是 1996年 朋友介绍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 大概一周后 我久治难医的病痛 不翼而飞 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 却找不到世间任何语言来表达 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自私脾气暴躁 党文化满身的人 改变成一个能放下个人利益 为别人着想的人 公婆 父母 丈夫 儿女 和双方的兄弟姐妹都受益了 我非常的高兴和幸福 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 我被非法判刑9年 丈夫独自苦苦支撑着这个家 为了保障我在黑狱中的安全 不管监狱让不让见到我 丈夫从不错过探视时间 从家到监狱 来来回回 九年的时间 九年的花费 对于我们这个经常被迫害的农家 是个沉重的负担 而且还得供两个孩子上学 丈夫不得已 借了不少外债 即便如此 女儿还是不得不早早辍学 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 亲戚和乡亲们害怕 躲着我家走 然而 同修们不怕 在长达九年的时间 都在尽可能地帮助我们 不只是本村和邻村的同修们 来给我丈夫帮忙 几乎全线的同修能来的都来过 大家一起动手 六七亩的棒子一天就玩活了 帮批玉米棒子 装车运到家 玉米棒子堆满一院子 白天来不了的同修 晚上几个人开着车来 和我丈夫一起拨薄米 晚上九点多才走 同修们还结伴去地里 帮我丈夫收拾棉花 那时棉花是农民一笔可观的收入 但需要人工掐去节节叉叉 很费时 同修们直接进地里干活 大热天连我家都不进 也不告诉我丈夫 中午吃点自带的干粮 西瓜和水 还有同修无私地资助我家现金 我丈夫就一笔一笔地记住 等我们有能力后一一退还 乡亲们看在眼里 十分地羡慕 同修们用实际行动 向乡亲们证实着法轮大法好 一想到这些往事 我内心是满满的感恩 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我也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第二部分 师父早有安排 我走出黑窝时 儿子已经二十六七岁了 除了几间老宅 我们一无所有 不修炼的亲戚朋友 一见面就埋怨我们 修炼大法 把儿子的婚姻大事都耽误了 这么穷 别说楼房 连个像样的平房都没有 谁家肯把姑娘给你家做媳妇呀 还说 你说大法好 这几年你要在家 你早就盖上房了 娶上儿媳妇 早傍上孙子了 我嘴上不说什么 但我坚信师父早有安排 既然我一时没办法说服这些亲戚 朋友乡亲们 我就决定盖房 就在我家急需现金时 有人乡种了我家的农田 要盖厂房 我们就把地卖了 我家的地林都想卖地 然而直至今天都无人问津 有钱了 我们就拆掉了我们的一处旧宅 建了一座现代版的新居 后来的装修 娶儿媳 买车 移气呵成 不仅没借债 手头还有剩余 原来师父早就给弟子安排好了 只要弟子信师信法 什么都不耽误 什么都不缺 我们是个修炼的家庭 儿子也想找个修炼大法的姑娘 有位同修的女儿也是小同修 归中待嫁 和儿子年龄相仿 女孩为了对自己的修炼环境负责 不是修炼的家庭 她不嫁 在同修的牵线搭桥下 她俩的相亲 成了在法上的切磋 两人志同道合 姻缘天成 儿媳贤惠 聪颖 端庄 秀丽 同情达理 对我家的经济条件 不挑不减 不嫌弃 因为我在冤语中 耽误了太多宝贵的时间 不管不修炼的亲戚朋友 怎么不理解 全家人都支持我不出去打工 全力做好三件事 孙女出生后 亲家母总是抢着看孩子 支持我多做救人的事 毫无怨言 儿媳也是处处替我着想 我要是白天带孙女 晚上她就自己带孩子 因为孩子不爱早睡 总是熬到半夜 很累人 儿媳怕我休息不好 宁愿自己休息不好 也自己带孩子 第三部分 师父赐我好儿媳 来我家的同修由衷地称赞 师父赐给你家一个好儿媳 你儿媳心性好 心态祥和 从里到外 透着一种让人舒服的场 儿媳自打嫁进我家 都是以修炼人的心态和胸怀 面对家中大大小小的事 她出去打工 下班回到家 只要能帮我做饭就帮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等着婆婆端上桌 在饭菜上从不挑肥减瘦 儿子儿媳 看我们老两口生活节俭 还主动地往家买吃的 用的 改善生活 有时还带我们一起去饭店吃大餐 儿媳还时不时地给我们生活费 我们坚持不要 她就说 用来做资料救人吧 我家亲戚们来了 儿媳从不嫌麻烦 总是微笑着和他们有说有笑 有机会就穿插着讲大法真相 抢着和我们一起包饺子 亲戚们家家也都有儿媳 看见亲戚来了打声招呼就不错了 然后钻进自己的房间就不出来 亲戚们都说 谁家的媳妇也没有你家的媳妇好 心态好 人品好 心地善良 那么能善解人意 瓦尔姐说 这辈子晚了 下辈子也找个练法轮功的做俺的媳妇 俺也享受一下 一个妹妹说 那可得看你有没有那个福分 人家是修来的福 另一个说 冲着这个 咱们也学法轮功吧 找个知书达理的媳妇 就不用生气了 有个村干部离我家很近 原来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 没少找我家麻烦 现在他只要见到我 就说 你真是有福啊 我问他 怎么说 福从哪儿来呀 他说 你家娶了个好媳妇 人很善良 每次在街上碰到老年人 他都主动地打招呼 骑着电车 也得下车和我们说话 不笑不说话 不知道怎么称呼 就主动问 怎么称呼您呀 现在的年轻人 哪有这样的 谁搭理这些老头老太太呀 你们真有福啊 街坊邻居对他评价都很高啊 而习在一家公司当会计 工作认真 踏实 他从不做假账 也从不损功肥丝 他工作时都是以修炼人的心态 做好每一件事 老板对他很信任 有一次快过年了 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没协调好 工人领不到公司 老板也有难处 而习就从中斡旋 解决了劳资双方的问题 帮助工人们领到了公司 工人很感激 纷纷给他发大红包 以示感谢 儿习一个也没要 儿习39岁时怀了二胎 这实在出乎儿子儿习的意外 因为孙女到来后 他俩就决定只要一个孩子 这个二胎真是大法赐给我家的 别人怀了孕 都要做很多项检查 儿习要生产住院了 医生才发现 儿习那些大项检查一项都没做 就责怪我儿子 对孩子对自己的媳妇不负责任 儿习笑着说 我不用检查 我知道自己没事 儿习是高龄产妇 医院要他做剖腹产 儿习和儿子商量后 要自己生 走传统的路 因为只有传统的路 才是师父安排的 产前检查时 医生凭经验 认定我儿习贫血 要给他打针吃药 儿习还是微笑着说 我不贫血 我的身体什么也不缺 主任医生说 一定要验血 不然不敢让你尝试顺产 为了让医生心里有底 儿习验了血 果真正常 亲家母也希望女儿顺产 她说 咱们有师父管 咱们就相信师父 咱们就走传统的路 因为胎儿期待绕紧 我儿习又是高龄产妇 医生怕出危险 就列出了很多项 可能出现的状况 让儿子儿习签字 说出了生命危险 自己负责 主任医师对值班医生说 今天我不走了 就他这么不听话 在我下班前 一定要让他生出来 不行就必须得剖腹产了 结果 孙子八点顺利降升到人间 儿子要我去煮鸡蛋 我就听到医生护士在谈论儿习 这个人可真是有主意 他大姑姐说他信仰法轮功 你说他的信仰 在他心里有多么坚定吧 生孩子可是生死问题呀 相信通过这样的事 这些医生护士 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 第二天早晨查房时 主治医师叫着我儿媳的名字说 你一切正常 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地笑了 现在的新生儿 百分之九十九有黄胆 我家孙子就是那百分之一 我们要的病房是单间 孙子一进病房 我们就打开师父的讲法录音 让孩子听 而其生完孩子第二天 就下床和我们一起练了第一三四套动工 一起发正念 学法 别人生完孩子出院前 要做各种检查 我们都省略了 亲家母主动承担照看孩子的责任 为我多留些时间 她愿意让我多歇息 我愿意让她多休息 出发点都是互相为对方着想 互进互让 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 就没有今天活着的我 更没有我们这个精神富足的完整的家 感恩师父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在这过程中 不知师父为我们费尽了多少心血 我们一定会珍惜共同修炼法轮大法而来的缘分 在正法剩余的时间里 共同精进 以报师恩 第四部分 后话 管世人的感言 儿子儿媳结婚那天 前来帮忙贺喜的乡亲们可多了 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道消息的同修也都来帮忙了 事前 为我家办婚宴管世的人和我们商量 你们自己人 这同修 咱们订多少桌呀 我说 我们这些人不用准备 他们只是来帮忙 吃完大锅菜就行了 他们不上宴席 管世的人说 那可不行 你不在家时 这些人可没少帮你 饭都不吃你家的一口 这些人最该上贵宾宴席了 我说 确实应该 不过我给他们订上宴席 让他们上宴席 他们也不会去 他们是时心时意帮忙干活的 不说吃席 管世的可感动了 你们这些人 齐心的多了 什么也不挑你的 叩拜师父 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